飞船上的蟑螂卵突然提前裂开 只见一对蟑螂兄弟瞬间孵化成型 没想到他们刚刚出生就拥有了张国伟的身高和刘根红的肌肉 女人见状不妙 急忙注入细胞活性剂变身扁头泥风 想要立马通过毒素来控制两只幼年蟑螂 却不料二代蟑螂已经进化出了免疫抗体 紧接着一掌透心粮便当场送麻子领了资深的河反 眼看飞船即将起飞离开 二代蟑螂见状不妙立马大声呼救 而当地面的蟑螂接受到信号 立马便进化出翅膀一飞冲天 只见一瞬间蟑螂便如潮水般爬满了整艘飞船 很快飞船超载 接着便硬生生被蟑螂大军拽回了地面 卧底二郎自知广不敌众 于是便立马注入药剂进入假死状态 而博士眼看自己的进化落空 接着便果断一个转身迅速销声匿迹 此时火星上只剩下了大壮三人 眼看茫茫多的蟑螂大军将他们团团包围 他们毫无选择 只能强行应战 好在普通的蟑螂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三人一顿疯狂输出 瞬间就消灭了无数蟑螂 然而二代蟑螂的加入 竟彻底扭转了战场上的逆势 只见他们头上自带二代蟑螂特有的白色胎脊 大壮当仁不让 甩开手臂便朝其中一只冲去 谁知下一秒就被对方一拳直接干懵 没想到他们的行动不仅更加敏捷 就连招式也像急了人类 副舰长还想背后偷袭 却不料对方突然一个空手接白刃 接着直接掰断他的右手 瞬间一个反杀送他领了合反 眼看他们根本不是二代蟑螂的对手 恼羞成怒的小帅立马强行注入了第二管妖际 只见他的外貌瞬间变得更像蝗虫 就连双腿也变成了昆虫的四肢 竟然一击便干掉一只蟑螂 但他仍然不是二代蟑螂的对手 下一秒就被对方一把甩飞 大壮健壮不妙 也果断开启了第二管妖际的注入 随后他一拳救下小帅 接着二人便再次进入了疯狂的收割状态 然而蟑螂人数量实在太多 很快小帅就已经到达了极限 但他没有丝毫犹豫 接着跳到空中便注入了第三管妖际 只见他瞬间净化出四对翅膀 随后便在空中和蟑螂大军们展开了肉搏大战 但很快翅膀便退化消失 而小帅也开始渐渐体力不支 结果一只蟑螂趁他不注意 突然一狼头敲得他七昏八素 强弩之末的小帅彻底杀红了双眼 看着眼前不可遗失的二代蟑螂首领 最终他毫不犹豫地注入身上的所有药剂 因为如果注射过量 他将再也变不回人类的模样 但此时的他已经义无法过 随着所有药剂的注入 小帅体内的昆虫能量瞬间爆发 蟑螂副统领还想空手接住对方的攻击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小帅一脚踢爆了毛弹 但他自己也由于拼尽全力最终倒了下去 一名小强还想趁机捕刀 结果下一秒就被大壮一拳直接送走 然而失去兄弟的蟑螂首领也彻底陷入了愤怒 只见他一把接住大壮的攻击 接着竟硬生生掰断了大壮坚硬如铁的毒针 丧失战斗力的大壮立马一拳打在对方的脸上 没想到首领根本毫发无伤 而且下一秒他就将大壮一脚踹飞 就在他握紧拳头打算送大壮引恨西北市 一道亮光突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众人定睛一看 那竟然是打了一整场酱油的二翠突然复活了 原来他的脖子虽然被蟑螂当场拧断 但他体内的蝴蝶基因还是让他成功破茧重生 只见二翠化身为一只巨大的白色蝴蝶 不断向地面上的蟑螂挥洒着灵粉 只要有一点火星就能引发爆炸 大壮健壮不妙 显然二翠决定拧爆自己 从而干掉所有的蟑螂 他立马变出翅膀想要阻止女友自爆 但还是为时已晚 只见一名二货蟑螂拿起AK便扣动了扳机 伴随着一声巨响 地面上的所有蟑螂都瞬间灰飞烟灭 而且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小帅拼尽全力成功救下了大壮 但他很快就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从天上掉了下去 谁知当爆炸过后 蟑螂首领竟然侥幸活了下来 对方还想垂死挣扎 结果大壮一拳便教他好好做人 然而眼看再补一刀就可以彻底送对方归系 没想到这时大壮却选择了饶他一命 随后他便驾驶着逃生舱离开了火星 而蟑螂首领也冥冥之中学会了感恩 并没有让同伴们去追杀大壮 看来每个生命都有着善良的一面 毕竟他们选择反抗 也只不过是为了守卫自己的家园罢了 影片到此结束